鉴于当下全力确保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形势,国内各大院校开学日期尚未确定,由于大部分留学生已回国,存在时差问题,与中国学生本科教学相比,网络教学资源较少。 几日,河北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结合实际情况,针对外国留学生开始了云中复课。 我校共有留学生400余名,那和中国本科教学相比呢,其实是和留学生的网络教学资源是比较少的,所以结合这些情况呢,我们制定了我们自己的线上教学方案。 房兴玄介绍说,除了直播授课,教师也将小部分课程做成课件等,提前录制好推送给学生。 为了保证线上教学效果,减少教师和学生的沟通障碍,学校组建不同年级,不同科目的微信学习群35个,尽力协调学生们在海外能够顺利学习。 我们的留学生来自五湖四海,考虑到时差问题,我们会选择适合他们的时间进行直播授课。 我就将直播授课时间设为下午点。 这个时间既能避免国内集中上课的网络拥堵,同时呢,也能保证是在他们的正课时间进行上课。 为保障线上教学质量,学校开展了线上教学质量监控与读导,实施了解和掌握教师授课和学生的学习情况。 马来西亚籍学生何佩凤表示,老师们都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网上授课,虽然不能在学校学习, 他在努力保持在学校学习的状态和生活习惯。 现在上课的效果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,因为你在现在上课的时候,你是自己一个人,你是不能依赖别人的。 你就会在无意识下很努力,很认真,很仔细地去看老师所准备的材料和饰品,这样对学习率非常高。 不少留学生表示,能够在这段特殊时期静下心来有规划的学习,正是因为有学校老师的帮助和指导。 印度籍学生巴蒂尔说,他坚信学医是正确的选择,为那些努力奉献自己力量救治患者的医护人员感到骄傲,他会尽自己的努力学好医学课程。 巴蒂尔说,希望疫情可以早日平息,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校园。 老师告诉我们,中国的疫情已经变了,未来会好了。 我感到的很开心。 我希望疫情可以早一点结束。 这样我就可以早一点回到中国学习了。 我想要你,中国。 我再来读米人。 最近我会便说... 我看你,做什么。 刘是一个人。 我想要你,我做什么。 我会一直有得见。